第四三体将大理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和装有盐酸的烧杯一起放在天瓶上测量其质量 如右图所示 然后把大理石放入烧杯中 一段时间后再以同一天瓶测量其质量 有关此实验结果之预测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正常情况下会说质量守恒 反应前的总质量会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 上课老师说过 我们这要在所谓的密闭的环境中 密闭并不一定要封口 只要物质不会进出就好了 但是如果有气体生成 就一定要封口 否则气体就会跑掉 那么质量就不会守恒 大理石加锡盐酸会产生二氧化碳 我们从图示看到 我们的烧杯并没有封口 所以它会生成二氧化碳之后跑掉 因此它的质量会减少 所以第43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此实验结果计测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大理石和锡盐酸发生反应 但质量比反应前减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我们答案选的是C